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学术动态 接下来我们谈下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说 近代欧洲兴起 它主要在哪几个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这就涉及到很多个领域了 政治领域 经济领域 文化领域 宗教领域 社会领域等等 那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特点 就是各个领域的变化 它不完全是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完成的 而是在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相应的专门领域的革命 你比如说宗教领域的变革 它主要是一场叫做宗教改革这样的运动 而加以完成的 而文化领域里的变革 它主要是通过文艺复兴这样一种运动来完成的 而那个政治方面的变革 它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来完成的 一条是智商而下的路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民阶级和君主结盟 然后皇权逐渐强大 接下来就是扫清了地方上的格局势力 统一了国家 建立了以君主为代表的政府和人民的成民关系 我们再看从经济结构上来看 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变革 才把那个资本主义的制度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那么这个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也就是它是每个专门领域里就爆发了专门的革命 而不是说一场大革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它是在每个各个不同的领域里 每个领域里各自爆发了 引起变革的革命性的转变 那么这个特点特别需要注意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个领域当中发生了什么个变化 就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广泛一点来说 广泛一点来说 我们又涉及到一些新的问题 你比如说 欧洲近代化这个提法 就是说到近代早期文明 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近代早期文明呢 是我们上一节课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时间大概是1400到1600 或者我们就涉及到 中世纪文明是如何衰退的 和近代文明的性质 究竟如何来评价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看到历史呢 是逐步逐步发展的 因此我们说 资本主义新奇 导致了封建主义瓦解 这个说法呢 比较笼统 那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就是说 封建主义由于它的 结构的不完善 它自我崩溃 而在那个时期 欧洲的资本主义 还没有强大起来 还没有走向 它的真正发展起来 还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欧洲的中世纪文明结构 你比如说 富庸制度 有领主富庸制度 庄园制度 农奴制度 这么一些情况 它在资本主义 整整整新奇之前 它就逐步走向瓦解 1350年黑死病以后 农奴制度 领主制度 它就成瓦解 庄园制度 到了15世纪 这些制度已经解体了 而那个时候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还没有完全地展开 近代欧洲的兴起 实际上是三个步骤 分别为中世纪文明的衰落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兴起 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 这三者之间是互有联系的 互有影响的 近代早期欧洲的文明的位置 正好是处在中世纪文明 和资本主义文明之间 它所取代的 主要就是因为内部矛盾发展 和自我衰败了的中世纪文明 由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 尴尬的位置 我们既不能直接把它 当作中世纪文明的晚期 也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近代社会 我们之所以要定出一个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这样概念 目的就说明 它是一种转变中的文明 如果我们把新教 新君主治 神法 社区主义和家文的学说 都说成是中世纪的 或者说成是资本主义的 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提出近代早期 欧洲文明这一概念 目的就在于说明 它既不是中世纪 又不是近代 而是处在两者之间 过渡的一种文明结构 我们要考察欧洲的近代化 那么就要知道 欧洲人是如何抛弃中世纪的旧文明 转向 近代文明的原因 也许呢 是产生人们的一种失落感 由欧洲呢 进入了危机 自然危机有黑死病 社会危机有中世纪文明的衰落 那种危机一定出使欧洲人痛下决心 或者呢 是欧洲一定遇到了旧体制 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中世纪的宗教 教会 如果它一直是掌管人的灵魂的 局限于把自己的势力范围 放在宗教的领域 那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假如本来应该是管人的 道德的灵魂的东西 精神的东西 它日益的世俗化 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势力 那种情况出现呢 宗教改革运动就一定是必然的 那么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看到欧洲实行坚决的变革 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原来的体制 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那么究竟怎么变化的呢 这就需要有一种推动性的阶层 或者阶级 也就是革命需要有革命的动力问题 当时振进欧洲的元素呢 主要是出现了一批人 这批人叫做市民阶级 这批市民阶级呢 他们呢和封建的关系呢 联系的比较少 他们呢在政治上 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皇权 强大的政府 在经济上 他们要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他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这样可以推动工创业的发展 他们需要一个世界的视野 这样可以搞国际贸易 那么这样一批人呢 当然还有他们带来的性文化 那么那些人呢 实际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么你要进行转变呢 你还要有些政治上的新的提法 新的理论 那么在那个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农民的革命 相当的活跃 尤其在1520年到1526年 德国爆发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里面提出了复兴 改革 公正 审法 基督教兄弟之爱等概念 在意大利呢 它是一个个城邦国家 那么一个个城邦国家呢 它要建立一种公民自由城邦 尤其是弗洛斯 那么在英国和法国呢 它要建立民主国家 以君主为核心 建立民主国家 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变化的图景呢 让我们想起近代的欧洲的政治呢 它是由两条路来完成的 一条路我们刚才指出了 就是自上而下的道路 世民阶级帮助了国王 强化了中央王权 结果呢 扫除了地方格局 建立了同一的国家 这一条道路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条道路的结果 就是会产生新君主制 新君主制 新君主 这些人呢 像英国的亨利八世 像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 像西班牙的国王 菲利普二世等等 这样一些君主呢 他们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呢 还比较开明 但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他们就会搞专制君主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要 如果这样专制的君主呢 就不适合历史的发展 因为 近代的新君主也好 或者是专制君主也好 本质上来说 他们只是近代政治制度的一种产物 而不是现代的政治制度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代的政治制度标准是什么 现代的政治制度标准 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 也就是三权分立 五权分立 也就是最后呢 是选举制度 也就是搞的是共和政治 所以仅仅从自上而下的道路来看呢 它仅仅会产生一种 世袭君主的 或者开明君主的 那样一种新君主制 而不能产生现代的民主政治 所以近代政治的产生 它还有赖于 一种自下而上力量的推动 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推动 来自于百姓 来自于百姓的革命 来自于德国农民战争 来自于意大利的公民自由承包 所以呢 近代欧洲政治呢 它是自上而下的皇朝战争 和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 共同铸造的 那么这样一种来理解呢 我觉得理解的比较妥贴 妥贴一点 在我们在探讨欧洲向近代过渡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仅仅是把眼光停留在政治方面 我们还把眼光停留在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我们看到很多种变化 看到一种落后的生产状况 效率不高的生产状况 怎么被一种 人们生产有积极性 生产效率较高 产量很高 这样一种新史的农业制度所取断 我们刚才说资本质的发展 那当然是在城市发展 但在农村也有农业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 看到欧洲近代化的起点 要去探讨农村 换言之 是没有脱离人民利益 脱离农民利益的现代化 所以欧洲的近代化的基石 确实要从探讨农村开始 探讨农村制度 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 是怎么转变的 因为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很重要的一点 就要有物的基础 就要有粮食 你农村搞不好 那么那么多人走到城里 他们怎么能够维持生存呢 所以农业的近代化 农村制度的近代化 确确实是欧洲近代化的开端 但是经济上变化 还有更深的原因 那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问题 那就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欧洲人进行了海外探险 紧接着海外探险 也是海外殖民 那么又把别的国家的 很多资本 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人 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 和世界贸易市场的兴起 又刺激了欧洲的双业化的农业 和以生产双品为目的的 手工业的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城市双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涉及到了许多人的生活 盼望和命运 我在这里不主张把两者分开来 我觉得农村和城市 是同步发展的 农村的近代化 和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这他们是同步发展的 不要说农村的近代化 是最重要的 也不要说城市的近代化 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发展 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况下 一起发展的 那么我们从政治领域 谈到了经济领域 那么政治和经济的领域 当然就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所谓社会结构 那就是基本的人群 里面有贵族 里面有农民 有市民 那么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里面 我们要看到 随着近代化的产生 那个贫富分化的加剧 贫富分化的加剧 就瓦解了 等级合作的一种基础 说成了等级向阶级关系的转化 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 就是那种等级没有了 出现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贵族也好 农奴也好 双人也好 其他的歧视也好 对国家来说 他们都是成名 那么国家 就是政府 那么政府和成名关系的出现 取代了中世纪的 领主附庸制度 也取代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 那么生活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 大变化的 之中的人们 很容易产生一种信仰危机 和不安全感 你比如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产生过一个著名的画家 雕刻家 叫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 就一再告诫家人 说你不要在大街上去谈论实事 免得遭遇到不测 那么在黑死病以后 欧洲更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很多人悲观失望 那么在这样一种信仰危机 产生的被影响 就出现了一个 关于灵魂德旧的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 德国的宗教改革 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动 那么我们从这么 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就知道 那个近代欧洲的产生 它是一个系统的事情 它不是由 一场大革命 完全可以解决的 它也有个比较长的过程 这个长的过程 大致是450年 里面可以分三个阶段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过渡期的时期 我们还知道 欧洲的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 它的背景是欧洲爆发了危机 人在那个危机面前 做何种的作为 直接关系到历史发展的前途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 历史发展是完全的自然发展的 人的主观作用 在危机面前能做何应付 以及最后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来克服危机 驯服危机 把一个灾难深重的欧洲 带入到光明 这个才是我们要研究的 乡村的改革 欧洲近代化的起点 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农业维系着人类生存 农业的目标 是从大自然中 夺取更多的 可以养活人类的 有机营养物质 就是粮食 但是农业的发展的意义 还不仅仅在此 因为它是欧洲向近代过渡的 真正的一种重要的物质基础 所以离开农业发展 那么人口的增长 城市的发展 政府官僚制度的完备 常备均的迅速增强 以及文化高潮的到来 都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农业 与近代欧洲的兴起的关系 如此密切 以至于中外学者 都对农业结构的变化 服役充分的注意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叫做农村的经济 这是第一个小点 叫做农村的经济 从14世纪起 欧洲的大部分人口 是住在不大的村庄里的 欧洲的村庄 由于周围环境的不同 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建立在大陆 大道旁边的村庄 还有被森林包围的村庄 还有是沼泽地区的村庄 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 围墙 所以一般来说 那个村落四周都有茂密的森林 村和村 自己的距离 不是很远 大致是在十公里左右 也就是十公里地区 会有一个村庄 那么也有村和村之间距离比较远的 那就超过十公里 也就是说 一个人一天是可以从一个村庄 走到另一个村庄的 有的新建的村庄 是从古老的大村里面分化出来的 这样村和村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自然的 除了南部欧洲的村庄 比较大有 14世纪的欧洲的村庄 一般并不大 你比如说以德国为例 平均一个村的附数 是十五户人家 约九十人左右 而在德国南部的黑森地区 每个村的平均十来户人民 那么在比利子的中部 有的村有二十到三十户人家 在洛林和卢神堡地区 它的一个村有多少农夫呢 也就是十到十二户 或者十到二十户 最多的村 比较大的村 它有五十户人家 和一百多个居民 最小的村庄只有五户人家 而大多数的村庄 一般保持在二十到三十户人家左右 也就是一个村 就是五十到一百人左右 所以这个村不是很大 咱们到那里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